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文老师 欢迎收看林文老师APP今日课程简介 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你 林文老师每周一到周六在空中的与朋友见面 与朋友分享学英文的乐趣吧 那林文老师先介绍三种课程 第一个课程呢是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这个课程呢 今天要为介绍的叫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好 这是付费的课程分三种 你们看到下面的课程都是YouTube版的 都用YouTube的方式来播送 不过你在YouTube打林文老师看不到 因为这是付费的课程 林文老师把它close起来了 有付费的朋友们 然后第一天介绍标题很特别 你要注意哦 一般我们讲美国叫USA 应该是哪三个字啊 应该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嗯 前天还问一个学生呢 USA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States 他给我回答Stage 我一听啊 真是可怕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ted是团结 刚好对应这是Divided 这两个字完全对等 Divided United 这不禁让我想起来以前呢 在高中呢做过的一个句子 我就觉得这句蛮有意思的 United we stand 那再来呢 对等用法 United States United we stand Divided对应的字呢 We fall 什么意思啊 就说只要团结起来 我们就可以一起共同建造 只要我们分裂 我们就会失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啊 有人说美国这是大选 虽然看起来美国会 好像会成为最伟大的国家 但是它毕竟是分裂的 你看看票数 他们其实非常的接近 虽然奥巴马 他赢得的是选举人票 所以有人就下了一个文章 在德国明镜报说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为什么美国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是李文老师呢 昨天突然发现到 我花了20分钟的时间 来录制这个课程 但是没有再录下去 因为极限就是20分钟 人的注意力极限就是20分钟 所以这篇文章会有点难 那欢迎你来欣赏 李文老师的讲解 如果你觉得李文老师讲解很有趣的话 很特别 让你有好备 那欢迎你来订购 比如说你看这是李文老师特别的方法 Divide 分割 你就可以在荧幕上看到了 哦 对不起 之前一个字还没有删掉 Divid Divide Divide这个是动词 名字叫Division 我们看例句 At the end of the lecture I'd like all the students to divide into small discussion groups 在演讲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学生分组分割成为小组的讨论 第二个例句 After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divided into separate countries 对啊 二次弹战后 德国被分成为不同的国家 东德和西德 好 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所以Divide是分割 这是今天要检测的第一个付费的课程 第二个付费课程呢 林文一会儿要智慧 今天介绍的是 通通都叫具体 Concrete也叫具体 Tangible也叫做具体的 Physical实体的 生理的 有很多的用法 比如说Concrete 我们来看一个网络的东西 Concrete Jungle Concrete Jungle什么意思啊 你们从英文可以背到 Concrete是 Jungle是丛林 Concrete是钢筋水泥的 懂得吗 具体的 再加上photo 你会得到很有趣的答案 没有耶 Concrete Jungle 都市丛林 它并没有什么图片 给我们看 看看有没有pick 什么叫都市丛林啊 都市丛林呢 哦 这样照片出来了 Picture 好 这叫都市丛林 你看到没有 哇 Country Jungle 像看这么大的地方 像Mahattan的那个 Lower Town下层区 那整个停电 你说那个楼爬到什么 爬 爬死 你看不得了 所以一般来说 这边有例句 We all probably heard of New York City referred to it as a concrete jungle 纽约市就是都市丛林 你看到没有都市丛林的画面 几道报 这叫concrete jungle 但是我会跟各位说明说 concrete tangible physical 还有很多其他单子 我没有列出来让你知道 那第三个 第三个付费课程呢 今天呢 要介绍是economist 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 单字王 单字在如下 单字如下 第一个字就很难了 anesthesia anesthesia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接进了网路来看 你会比较清楚的 anesthesia 好 一打出来 你发现很多的内容 他说 traditionally meant the condition of having sensation taken away 什么意思 你感觉通通都没有了 什么意思呢 猜得出来吗 anesthesia anesthesia这边旁边有 刚刚看到有side 什么side effects 代表副作用 所以这边还有标题 guide to general anesthesia side effects common side effects after anesthesia 猜得出来吗 麻醉 麻醉后常常看到的副作用 叫side effect 所以麻醉之后呢 有什么副作用呢 可能有些身体某方面不听使用 小患 好晚上的时候呢 进到网路非常的慢 好 所以他说common side effects and minor risk associated with anesthesia 一般常看到副作用跟比较次要的风险 那跟麻醉有关呢 这没有举例 nausea 反胃 vomit to 在手术后会发生这个症状 因为可能胃肠被动过了嘛 对不对 anesthesia你可以看到图片呢 anesthesia anesthesia 你看到没有这么多图片 打那个位置 好痛啊 你们看到 麻醉 这最经典的画面 general anesthesia is medicine 一般所谓的麻醉药 就是这种药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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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讲完 所以可以了解他很多的道理 anesthesia 事实上 林文老师告诉你 IA是一个疾病的收尾 IA是疾病的收尾 好 像英文的话 mania 是个狂热 mania 是个狂热 好 所以这边讲 mania is a state of anormally elevated irritable mood 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一个状态 好 看有没有什么图片 让我们给我看 有耶 不过mania 好像这边是电玩的狂热比较多 没有 好 那如果 那所谓的单子王的设计 林文老师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单子王就是 今天我们看一串的单子 看完之后 再看文章 你发觉 看文章轻松多了 你看这么多的单子 要跟各位做介绍 你就点选开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 就知道在讲什么东西了 所以付费的课程 就是这三种 这三种 就是说文解字 一会儿要单子 跟单子王 每个课程100块钱 一个月100块钱 然后林文老师 收六个月一起 好 其实基本上做的事情 一开始是非常的缓慢 而且非常的耗时 有限我录音的时间 又是12点半 我希望自己在12点半的时候好好睡觉 但看来又是不容易了 所以又不能赶工 好 再为各位朋友们介绍的其他的课程 在林文老师那个APP里面有个叫就是好文章 哦 差点为各位朋友讲了 林文老师的APP更新方法 就是抓的手机 面对的APP的手 我的APP手也用力摇晃一下 好 另外呢 林文老师课程 未必要用数位 用这批手机 你只要有电脑就可以了 电脑笔电都可以 用Gmail给你 里面附一个连结 点开就可以看课程 那可以开始做笔记 好 网页都给你 你可以印出来 变成笔记本 都可以 很方便 A4大小 好 那在林文老师APP里面有个叫就是好文章 这边标题叫 One simple way to be happier and more at peace A few months ago I noticed myself criticizing a lot of people around me 发授自己在批评周围的人们 Criticize For example I would go to work and think this uh-huh next to me this coworker he talks too much and always interesting in gossip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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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什么 那下面还有个东西呢 叫read more 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你们觉得不是很难 尤其你看到这边 contradicted 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那文章不是难 你这样学习效果比较快 所以林文老师想做的事情 20年就想做了 就是随身学习 行动学习 一般用手机都来划 划游戏 你觉得你这样能划多久呢 台湾的英文呢 普遍的多艺平均都在550分 韩国比我们高了差不多六七十分 好 那好 韩国的竞争力又这么大 你未来真不担心未来工作吗 就算美国不是最伟大的国家 不再是 但是它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大的企业 所以美语 还有美金 依然是世界上的强势 强势语言跟强势货币 所以请各位同学 好好地想想看 投资嘛 一天20分钟 听我讲完课 顶多5到10分钟 有一课程 今天神经病 我录到20分钟 好 就希望各位朋友们 巨沙成塔 今年累月 一定非常的可怕 就跟我学法语 学西班牙语 方法是一样的 好 另外刘老师 我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这篇文章 叫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刚刚不是看过 说文解字的第一篇文章吗 是啊 你看那标题 Notes I'm the decline of a great nation 让我印象深刻 这张照片 你看到没有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 右手拿了Storch 左手拿那个 上面板子上面写的 独立宣言的日期 你不觉得这边画面 告诉我乌云照顶的感觉 就像美国的未来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逛一堂课 一天这样学下来 够了 请你不用贪心 听我讲课这样学习 一天不到4块钱 对你来说4块钱 是可以去好好思考那些问题 不过 我知道有同学 有些朋友们 一直在看 林文老师的 今日课程简介 那没关系 我等你产生行动 好 等你产生行动 因为毕竟有些人 对林文老师并不了解 而且我的订户当中 其实有一半多 都不是我教过的学生 他们在来自于各行各业 也希望你能 透过这样的学习课程 好的投资自己 好 把未来的事情 看得更远一点点 发现人会越过越平顺的 所以请你自己加油 也希望台湾加油 好 那林文老师 今天的课程简介介绍到此 林文老师每天都会更新单子卡 然后今天在APP上多了一个设计 我多了一个追分小站 我把它想把改名 叫放眼天下 为什么 透过那边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希望各位朋友们 在这个放眼天下那个位置呢 看到更多很棒的网站 这都是林文老师 每天常常看的资料 养成习惯了 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因为太多的资讯要吸收 希望你也得到这样的渴望 好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你寄email给我 林薇 一梯 小老鼠 Gmail.com 或者是把这个email 网址丢到Facebook 来看我Facebook更多的内容 空中再次相会 拜拜 拜拜